第九屆美洲国家峰会在美国落插机召开 东道主美国以民主及人权状况为由拒绝邀请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领袖出席 结果踢到铁板 阿根廷总统费尔兰德斯批评美国无权以主办国身份对峰会强加准入权 啊?权?就算美国没有这样的权,他也有这样的势 帕利茨总理巴瑞塞洛也开美国老波 形容禁止古巴语会是非法,是侮辱人性 他说这些不是美洲style 这个世界上从来只有美国style 什么有美洲style的吗?新来的? 啊,你帮小伙子,来吧,造反你啊,家 喜有此理,连过力落后十万九千公里的小国 都敢格格骗骗骗 这些小国平时收拾了美国的气都可见一般 这里简单说一点,美国过去 史拉丁美洲是自家backyard 二次大战后,美国恃住当时多望的国运 一时无量的国力,把握机会输出大量资本 垄断拉美能源、铁矿和矿产业 拉美国家形势比人强,只能忍气吞声 直到千禧年初期,不少拉美国家都出现了 由反美政权上台执政的情况 呵呵,你这么巴之闭啊,美国都有过场提 凡不合作的政权制裁你咯,咯,咯 再透过经济、政治、外交施压、操弄财机、输出通胀 南美多个欠了一屁股债 人民生活比较苦 华夫说对拉美的援助从来都是口爽何包临 咯,即是好像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早前爆响口 台积电当年在美国政府敦促下 在美国阿里桑那州健身厂 同样的产品,美国厂要比台湾厂的成本贵五成 美方承诺的补贴呢?等得你就等了 三母大叔想帮人祈福,想借电话 唉,现在没共意的了 于是便借美洲国家峰会过招 捉一群肯听自己知笛的,买来慰勞 美国好耶,美国万岁 谁知就是有人刚巧不给面 开麦对美式霸权表达不患? 又是,名不正,则言不顺 为什么不索性将国会改叫美国国家峰会呢? 改了的话,请上亚洲和南半球一些国家出席都可以 不知是不是人类嫌短短一身,时间太多了 所以发明了会议这件事来谋杀时间 第十九届香格里拉对话 这期在新加坡召开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表主旨说 批评有国家在东海及南海 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 被指不点名地说中国 美国防长奥斯汀也接力发表类似的讲话 究竟岸田发表的是主旨讲话还是主旨讲话? 真是两体咯 日本在讲所谓现状之前 必须先搞清楚目前的现状是否恰当 以中日之间钓鱼岛主权问题为例 日本外务省前国际情报共局长 孙奇响曾经发表 钓鱼岛并非日本固有领土 认为日本即使在1895年 将尖角豬岛即是钓鱼岛编入官方文书 都不能令日方所谓的先占原则变得成立 事实上 中国从1372年起 中国名称两代拆封市 就将钓鱼台作为出示琉球海上必经之路的标志 1403年海上航路书籍 信封双宋 1719年清朝刹封市徐宝光 中山传信录 亦有相关记载 钓鱼台和台湾一样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什么解救日方当日要改变现状 还有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 任来与当时在拌外相的岸田文雄梅塔 发表美国在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问题上保持中立 但又扬言反对任何单方面破坏日本管车权的行为 是一个有理说不清美国扮是King的世代 如果有国家在东海及南海 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不合理现状 此之撥乱反正 亦只能说无可厚非 跟美国看齐 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言 强者做自己想做的事 弱者听任命运摆布 强者美国就是中环七海肆意制裁 但俄乌战争爆发后 无论是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 亦或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都先后发表过 希望中国东出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做正确的事 希望中国发挥作用促成停火 促成当事各方走上谈判及政治解决道路 不止要人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 更加上一秒都还在瞄 这一秒要人帮了 人家又忽然变得不讨厌 究竟有本事有实力的国家配做世界一哥 还是有本事的国家就是 抵你做国际中无厌 任何人在南十三母大叔的大腿发狂之制 都应该好好思考下这个问题 因为正如印裔家籍国际关系研究专家 阿米塔·阿查雅指出 美国的世界秩序已经越来越接近 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 在一个新秩序即将要正式改朝换代之前 有些压错注的中博 是会很难适应因为落错非而引发的心理落差 好了大家对于今集节目内容有什么看法 是like搞错定食发生 投票告诉我们吧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